七機車在台南仁德堡 升東路停等紅綠燈 轎車卻繼續往前滑 追撞前方女騎士 駕駛下車關心 女騎士也拿手機出來報警 但駕駛卻突然從皮夾掏錢 硬塞給對方 女騎士傻眼又把錢 夾回對方的車上 因為駕駛錢給了 人直接上車離開 撞到的人那一個人說 拜託不要報警 他有酒駕 被罰18萬 抓住我 說拜託不要 我就給你500塊 拜託不要報警 149架心虛落跑 被追撞的女騎士說 對方只給了500塊 肇事逃逸心境誇張 並且到肇事駕駛 陳姓駕駛的住家 實施酒測 酒測值達到1.2毫克 仁德區不只這一起肇逃 保華路上也有雙載騎士 從巷子出來左轉 結果執行機車 煞車不及自摔 雙方擦撞 雙載騎士幫對方扶正機車 撿完東西後 人就離開了 同樣也被指控是 肇事逃逸 其實這樣也是錯誤的 因為這個車禍事故 是有因果關係的 他當初可能以為 對方機車是自摔 而和他不相干 警方說兩岸受理偵辦中 也提醒民眾發生交通事故 千萬別擅自私了 離開現場等於趙逃 要以刑法論處 報警是唯一證件 三立新聞王少宇